众生从事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所以释迦牟尼佛是什么身份 什么样的一个人 用现在的话说 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他干这个事情 而且是义务教学 他不收收费 他不收不取人家的供养 过最简单的生活 每一天三一一步 清净自在快乐无比 给我们做示范 当年在世 游学 五印度 印度分五个区 那时都是小国 没有统一 跟中国周朝时候一样 周朝时候我们在经常念到八百祝侯 就是八百多个小国 大的国 大概像现在一个县这么大 小国 一个小村庄了 村镇了 小国 那么这些小国 当然有矛盾 当然有冲突 当然有战争 释迦牟尼佛教学 把这些都化解了 所以我们在书上看到 这个是当时十六大国 都归于佛法 都以释迦牟尼佛做老师 这是他懂的 中国古圣仙邪也懂这个道理 佛教没传到中国之前 古老的中国 提倡孝道 提倡私道 汉武帝 制定国家教学的方针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教育政策 汉武帝那个时候 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来 佛法传到中国来 是汉明帝 还在后面几代 后汉明帝 汉武帝是前汉 这个政策 根据离记里面学记设施的 学记是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 里面两句话 建国军民教学为先 诸位要知道 一个国家了 治乱了 关系在教育 你家庭新衰 关键也在教育 你这个家能不能新 看你家的小孩 看你家的小孩 你家庭新参